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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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五长时间 繼續在这个位置跟大家分享一些对视频的看法 这段片其实是连续第二段片 刚才拍了一段 OK, 没办法 OK, 同一个位置 设定好亮晶光 发到短 试完呢, 我在马来西亚 吉林波摄影展 有一个台上的分享 跟几位艺术家 讲一个话题 走出家门 边走边拍 意思的, 讲一下街头摄影 OK, 我觉得挺有趣的 话题的, 我在那个分享 放了一张我最近 新鲜而辣在英国拍的 一张snapshot 充分反映了 走出家门 边走边拍 的两个状态 OK, 在这张照片呢 里面出现了一个 衣着很grand的 一个西方的 女士 我没有看真 我不知道是什么少女 OK, 总之是女士 穿了很漂亮的衣服 化行装 头都设得很好 穿了一对很漂亮的高跟鞋 在 Oswald 的建筑物那里 一条楼梯那里 在神光底下 很早来的, 即是 大概七点多 他真的很早 很早已经去到那个位置 化行装 穿了很漂亮的高跟鞋 因为他可能要拿光线 OK, 自拍 自拍 动脚架的 我肯定来远 我看零点几秒 已经确定 他这样的距离 这样的姿态 他这张照片 很专业的 即是仿刺有一个 专业攝影师 甚至是一个团队 帮这位模特儿拍一张照 但我拍完这张照 我再细心看的话 我才发现一件事 因为没办法 我只是一见这个影像 我未看完所有的东西 我决定要拍 拿去无纸R3 六举机拍了 拍了两张照片 拍了三张之类 我接着经过 我回头看她 我看到她 在我的脚架 有个拖行 一个很少型的拖行 有个人字拖 OK 那我就很确认一件事 这位女士 她可能需要拍一些自拍的照片 放上她的Instagram Twitter 在分享她一个很好的生活 一个很棒的旅游之类的东西 她是一个化行装很高贵的女士 穿着很漂亮的高跟鞋 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化得很漂亮的妆 在这样的光线下 很浪漫地拍了一张照片 可能是一个摄影师 她拍了 实际上她自己带着人住拖 这样走 换对漂亮的高跟鞋 以我这张照片 我肯定她真的是换鞋 拖个行李箱 自己一个人在图上 继续一个人走出家门 边走边拍 那这张是什么来的呢 这张肯定不是我传统定义的街拍 这张是一张人像照片 一张自己安排的自拍的人像照片 不能算为艺术上的街拍 但确实是走出家门边拍 边走边拍 另一个人就是我 我就是走出我的家门 利用我的GRV 边走边形 就snapshot了这个状态 我拍这张照片 肯定是一张典型的街拍 为什么呢 我都说过 有三个重要的元素 我们要注意的 一个就是第一 公众地方 OK 中 第二个是人 拍人和和人相当关系的一些东西 中 第三个是不痴情的 我没有惊动到她 一个自然的状态 我中了 而她那张 是一张在街头拍的人像照片 所以呢 在这个分享里 我都说清楚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要问过的 或者要安排的 无论在街头或者室内拍这张 都是人像照片 只是拍一张人像 安排在街头 那意思 它不是街头摄影 在街头拍的照片 就不一定街头摄影 我在另一段片里也说过 生炒落木炒的牌群 不是生炒牌群 生炒牌群有它的定义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讲书都这样讲的了 ok 那在这个分享里 有另一个台下的观众 就问一个问题 他问我 这个 究竟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 怎样构图呢 他说他是新手来的 他说很害怕的 拿着相机对着陌生人 他都有困难 很害怕的 而且在这么短时间 又一边害怕 一边怎样构图呢 那我当时给的答案很简单 其实你觉得 如果一些 武术高手 要真的落场打的时候 打架 我意思是 格斗的时候 他会不会想一下 下一招出什么拳 或者那个拳叫什么名 是不会的 是个自然反应来的 所有构图呢 我希望有一段片子 我详细讲的构图 现在简单来讲 所有构图 其实我们可能是给个名词 构图这个词 左右得我们很紧要 其实我们是 所有构图是目标为了 造就一张照片里面 是怎样安排那些 主体 配角 背景之类 其实是画面的整理 是一个画面的处理 画面结构的处理 画面结构的处理 我当时给一个简单名叫构图 大家有些新手 一摩风去研究构图 我觉得不用花太多时间 一些基本的美学 我们要注意 但问题是 我们很多时候的构图 是 叫做怎么说 伸手黏着就有了 我们可能是 凭个自然状态 先拍下 不要在画面对着相机 对着reviewfinder 不停地推敲你的构图 你害怕的话 就拍了几张 伸手的时候 当你熟手的话 拿起手 你就自然构图出来 不用太担心 那些对不对 井字构图 对不对黄金分割 不要管那些东西 不要管那些东西 先拍了 先日后再改善 你假如是拍一个陌生日 还有一个snapshot的状态 你举着目击 你再在reviewfinder 推敲 那个构图 研究那个构图 你拍不到相片 我们绝对在snapshot 是没有构图的 这个 就是没有构图 不代表不准的东西 就等于打籃球 不瞄准射球 不代表不进 你试试看籃球 我不懂得打籃球 我都没有看籃球 但我估计 任何高手 一接个球 就跑过去 射籃就中了 不用瞄准 不瞄准 不瞄准 不代表不准 等于打猎的高手snapshot 即是射击那些 但是摆在天空飞过 拿一支枪就碰一声 他没有时间瞄准 拿一支枪就射中了 不用瞄的 等于构图一样的 我们拍惯了相片 拿起木机就射准的 就准的 当然这个功德艺术 我不能够在这里 和大家说些 比较虚无缥的东西 总之一句说 看多些人的相片 拍多些你的相片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停改进 你自己都可以 不要花时间 让一些其他老师说的 或者其他人做的 困扰你 慢慢报告你 OK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这段影片 如果看到这里 记得一定要给一个like 我 那么长的影片 你都看了 给一个like我 分享给你喜欢摄影的朋友 告诉大家 有一个channel 叫做AXIM摄影独白 告诉他知道 最重要的 订阅我这个频道 为什么呢 因为搞一个月宇的摄影频 如果不得到的话 一定要得到你支持 你喜欢听摄影的话题 又喜欢用粤语去听 对不对 都对你了 所以你要订阅 好吗 OK 上一篇还有我的Facebook Fan Page 记得follow我 我在Facebook Fan Page 经常都和一些朋友 有交流的 你也可以在那里留言给我 或者大家讨论一下摄影话题 好吧 分享到此为止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将会在9月底 开一个摄影理论的一个lecture 这个lecture的话 特点就是 完全不讲相机镜头 也没有光圈快门 只是讲摄影技术 很特别的一个摄影班 确实为什么要搞摄影班呢 其实是有背景的 在一五年的时候 有一家相机公司 曾经找我 希望Cost Over 跟他搞大师班 一个Master Class 由于摄影的范畴 真的相当阔 包罗万有 我当时注意到 他们这家公司 已经开了很多 不同的使用技术课程 我经过商量之后 希望大家可以策划一个 比较特别的 不讲光圈快门 不讲镜头 纯粹讲纯理论的课程 结果跟他搞了两次 我记得是 搞了两次 确实我觉得 如果你不讲光圈快门 不讲技术 对于摄影新人 有什么好说呢 其实很多摄影故事 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 确实很多摄影朋友 在外面有很多Cours 或者初班 都有些技术可以学的 但是在学一学下 人们就开始不明白 其实摄影为了什么 我希望可以设计这个课程 给一些对摄影有兴趣的朋友 能够深入了解摄影背后的东西 我当时有这么说的 摄影这种媒介 是缺乏明确定义的 很难说摄影其实是什么 1839年发明 用到现在的话 不停演进 所以它又旧又新 又当代 又可以不是当代 既自然又可以是文化 有时是一个创作性的东西 亦可以发现一些东西去记录它 有时是关于整个社会 但是也是很个人 总之它又是技术 又是艺术的一门 你究竟要怎么理解它呢 我这个课程就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加了解摄影 其实是什么 总之记住 是没有光圈快门 不讲单反无法 纯粹跟你讲摄影 我觉得假如你真的喜欢摄影的话 这个课程应该对你有用 这个课程是用文章形式去讲 你不用有任何摄影背景 你不用认识任何东西 你完全是新学摄影的 对摄影刚刚有兴趣的 欢迎 你摄影已经十几年的 你是专家也好 都欢迎你来听 总之就无论初学者 到你是很深入了解摄影的话 我觉得都適合你听 这个课程是由四个独立的课程去组成的 包括第一课是讲什么是摄影 摄影的本质 第二课是讲真实和浪漫 涉影的两面 第三课是讲几实摄影和观念涉影 第四课是带领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自己的涉影的方向 下期是怎样 这个课程将会在 本来在今年六月开了一班 当时已经爆了 有些朋友希望我可以再加开 我暂定了在九月二十七和十月四日 两个星期五晚上 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 刚刚开始报名 上货地点在石杰美JCCAC 总共是六小时 这个课程现在是六小时 如果要报名的话 根据这一条连续 我就会打在我这条YouTube影片的文字部分 你可以在那边Copy连续 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来看看 详细了解一下 如果你要报名的话 也可以欢迎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意我那个Fan Page 我在那里经常会有 我的视频课程的资料 好吗 分享到此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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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